航空有一架从武汉起飞的航班 晚间8点左右抵达了台湾 机上的旅客几乎都有戴上口罩 有旅客表示了除了用餐之外 都不敢拿下口罩 甚至有台商说台湾过半年 他也暂时不会再去武汉 就连航空公司也都下令 所有机组人员都得戴上口罩 几乎所有刚下飞机的旅客 口罩戴紧紧 华信航空20号晚间从武汉起飞的航班 8点左右降落松山机场 这下航班的旅客所佩戴的口罩 明显都是高防护等级 应该三天前我看在武汉 很少人戴口罩 但在前两天突然间 一下子人都戴口罩了 台宝上面的这些的口罩的销售 已经都卖光了 从武汉返台的旅客透露 在登机前就量了两次体温 没有异状才能登机 就是全程我们除了用餐之外 其余的时间都不把口罩拿下来 我现在撤回来的 然后过完你也没回去 旅客各个人心惶惶 航空公司也寄出因应对策 华航、华信、虎航 只要是两岸、港澳或是小三通航班 空勤组员全面戴口罩 其中华航也决定在年节之后 取消2月10号到2月27号 CI541以及CI542 桃源到武汉的来回航班 总共取消6个来回航班 另外长榮虽然没有武汉直航 不过只要是中国大陆和港澳航线 空勤组员也要全面戴口罩 收餐还要戴手套 而陆委会同时宣布 新阶段除了武汉旅游团 以及个人旅游暂停申请外 商务、健检、医美等交流管道来台 也都暂缓处理 就连已经核准来台的交流者 我方将以劝阻方式建议延后来台 重重关卡防堵疫情蔓延台湾 这里是《真正经过》台北报道